本集完 设计勾结学策中心篡改成绩 把分数拉高了 变榜首大打广告 各类组的榜首都在我家 补习班竞争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人们基金会公布最新调查 九成学校公布学生成绩排名 四成早自己天天考试 家长不给孩子补习又不安心 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 补习班尤其有名士的 一定有大牌长龙 名士就是保证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纪慧荣 魁伟16年的全国教育会 终于召开了 那在今两天开始讨论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说 我们的教改有没有进步 那我们的孩子 有没有脱离恶补的这种恶梦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的国高公升 大概有七八成的孩子都在补习 更离谱的是 有家长呢 还帮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去报名幼儿补习班 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全民都觉得说 要补才安心 还是我们的教改一直都有问题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 我们为你所做的报道 好久不见的盛况 这家门口挤满了 要报名补英文的人 有要报儿童班的 也有成人班 他们都是慕名而来 迷失是Tony Chen 家长比小朋友还热心 毁毁而Tony老师手上满市报名单 只要报名完成 马上送气球 算是一个噱头 三十个名额 每两下就额满了 希望我们能够学到英文 然后就是升学会比较容易 假如说我以后要出国留学 有什么要申请 可以来这边请老师帮忙 家长相信 民师能授业解惑 能教更多更好的内容 Tony老师果真是很风趣 用图画教大家学英文单词 还要学生念出图板上 物品的名字 造个句子 把用法记起来 他还玩PASS TO YOU的游戏 要接到彩球的人 用英文提问并回答问题 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 笔记写不提 我是想说对了 想说我以前没有读到 想把它补回来 五年级的时候 最多会的东西就 那个ABCD A到L 然后后来来这里学就 一些单字也慢慢开始认识了 Tony老师还准备一些 魔术小把戏 这也是教英文的小道具 上起课来十分纵意化 你喜欢哪个色彩 我喜欢一张 你喜欢哪个色彩 你喜欢红色的是不是 好的老师 就像跟学生信心相远 对不对 哪个色彩 是这个彩 登登登登 登登 瑞德 Thank you Tony劝我呢 我呢 就是趣味英语 就是好笑 搞笑报笑 那就是我的特色 所以我想每一个名师 他要有他的特色 他不只要会教 他要接受学生的喜爱 家长的这种支持 Tony却认为 报笑就是自己的特色 其实要成为名师 还有一个关键 所有的名师的行程 他一定不能够避访媒体 因为呢 透过媒体 大家可以更知道 这个老师的特色 除了名师现象 以升学挂帅的补习班 也得出高途才行 才有号召力 因此像这样 榜单高高挂 还打出优厚奖学金的海报 绝对不能少 四级二端统策 出现了篡改成绩的重大舞弊 更凸显了补习班竞争的 激烈和不择手段 补习班曾被形容是 教改下唯一的握图 难怪学生家长趋之若鹜 多少人设医师 律师会计师不当 宁愿当名师 其实我们知道的国中生 他们的补习 大概一年贡献了300亿 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利润的产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我们邀到了一些专家学者 我们一起来介绍 首先来介绍是 补教界的名师刘毅 大家好 我是刘毅老师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补习班的主任 担任补习班主任叶春菊 嗨 大家好 我是左号数学的主任 我叫叶春菊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佛光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 林大生 林教授 大家好 我是林大生 佛光大学社会系 好 再来要介绍的是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的 理事长谢国欽 大家好 我是谢国欽 好 我们刚刚在讨论是说 到底有多少的孩子在补习 其实从小孩子的才艺班 英文班 一直到大学都有 甚至出了社会 还有特技 特考等等的班 这些补教界在台湾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看到的是 最近很离谱的一个新闻 我们先来讨论 就是这个四季二专 他们的那个统策里面 居然跟补教界联合起来 然后更改成绩 然后变成有绑守 刘一老师 这个我来请教你 是不是这种现象 在补教界很平常 然后大家都为了要有绑守 在他的补习班里面 完全不 非常不普遍 这事情很少发生的 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我可不可以请教 是不是真的有绑守 在他的补习班 会增加报名率 可以增加绅士 报名率还是要看他教学品质 如果他光有绑守 如果教得不好 学生口嘴响喘不好 他还是不会来 还是不会 我是觉得绑守不经有用 像我们补习班就有绑守 叫赵佑平 今年就是我们的补习班的绑守 是 可是在这样的一些传统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补教界 其实有很多的 你们竞争的一些手段 你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补教界怎么样竞争 是 不教学竞争是 我们是觉得完全是教学品质低 你教得好 学生就来 教不好学生就走 那如果你 十分钟教不好 他学生掉了就走 所以老师是非常大的压力 他上课必须让学同学 在最短时间内学最多东西 而且很快乐地学 否则如果没有诀窍 没有怪招 学生马上就会走 不过春菊 我是不是可以问你 因为听起来好像说 一定要教学品质才能吸引学生 可是我现在知道的是 很多的补教界用很多的广告 甚至发传单 这个也是一个花招吧 这个都是一个招生必要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还是在教学品质一定要摆在第一 因为整个补教界里面还是口碑 还是最重要 因为家长还是会去打听 对然后再配就是所谓的一个招生的方式 那才能够把 可是我知道现在有那种孩子啊 就是会拉人啊 拉一个孩子来上 就是说口碑嘛 你刚强调口碑 那就孩子拉孩子 这样子的在补教界也很多吧 对通常孩子拉孩子是很正常 因为他自己本身认同这个补习班 他自然而然就会带动同学过来这样子 可是我知道这个拉人 他是有commission的对不对 正常都会有这样子 大概多少 比较是 像我本身在台中服务 所以我们的大概一个可能就500啊 1000这样子 对 那可是这个前提下是 他先认同我们补习班 他自己本身是我们的学生 然后把我 他知道的好 告诉同学 告诉家长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像是现在蛮流行的 就是用孩子拉孩子 那这样的一个手段 其实好像也越来越竞争 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利用孩子去抠电话 然后找人来 结果好像绩效没有那么好 结果就导致这些孩子 后来他们领到的钱就被扣了 一个小时才16块 这个事情是不是在你们台中 是很大的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出现在台北 台中的话就是这个来讲 目前是没有发生 那以我们补习班来而言 绝对不可能这样子做这样 因为这样的话 等于是自己对自己 制造一个不好的口碑这样子 那可能就像台北发生这件事情 他可能又推给一个某某主任 出来扛这个责任这样子 那以我们来讲是比较是 做永续经营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做这样 OK 其实我们要现在转一下 我们来看今天的全国教育会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新闻 那其中有一个新闻 可能是家长最关心的 也就是免试入学这样的一个 就是多元入学这样的一个扩大 那我们看到的是 北北基扩大免试方案 那大概总共有14000个名额 那对象是我们现在 北北基的学生大概7万人 那可是现在目前定的这些 好像越定越糊涂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免试升学 谢老师 国庆你在看这个 北北基的这个免试扩大方案 你觉得怎么样 是我觉得这个要回到 就为什么要免试入学 本来有个基策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要去推免试 那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基策这个考试 从过去联考变成基策 每年大概有30万的人在考试 那这30万人在考试 到底在考什么 到底在为了什么要去考试 大概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拼那个叫做 建中北运的那种明星高中 不过那个到底比例有多高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认分 我自己拼不上去 我就不需要去拼那个东西 可是还在拼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不小心 会不会跑到私立学校去 因为我们的私立的高中值 大概是所有高中值里面的一半 也就是说你如果成绩 只要落到后半段 你就到私立去了 那我一样是一个 台湾的国民 我因为我的学业成绩落后 所以我就需要缴三到四倍的学费 我做什么 所以我在拼那个东西 那因此当时推免试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如果要拼的人就让他去拼 其他人不需要去拼嘛 对不对 其他人其实就让他就进入学 免试入学就好了 那但是我们从今年开始推免试入学 就产生了一个怪现象 因为这个免试入学就要开始去采计再校成绩 本来是希望免掉那一次的考试 结果现在变成要采计再校成绩 那么今年呢 北北基是同一个招生区 结果今年是北市做北市的北新计划 台北县做新北新计划 基隆市自己有一个计划 然后各做各的 那有人就会抱怨啊 那你北市做北市的 可是我住基隆的 我要去念建宗就没 我要免试升建宗就没机会了 所以今年呢就开始变成 北北基自己有一套 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一套 然后三个县市又个别有一套 好复杂 所以如果我住在北北基的家长 我就弄不清楚 我到底应该选哪一个 是 然后最后还有一关叫做基策 所以越弄越复杂 第二个就是 其实就没有达到 当时要免试的目的 因为本来我刚刚提到 免试本来就是希望 就不要考试升 能够升到学校 升到一个高中职去 结果现在搞得变成是 要去比那个断考成绩 所以从国一开始进去 就要每一次断考成绩 要去比他的那个成绩 那难怪我们的补教业 就那么发达 我今天我就是要接着 要问你 就是说这种免试升学 还有我们的教改 到底有没有让孩子 脱离这种恶补的困境 还是更严重 因为我看起来 他又要比学校的成绩 那学校的成绩 大概为了考好 又要去补习对不对 看起来没有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我们国中的 补习的每一年的规模 有300亿 是 那是国中而已 国中而已 然后国中 国家我们投入 在办教育的经费 大概是600亿 也就是说 国家投了600亿 然后家长自己 要掏300亿 再去自救一下 那我就不懂 我们的教育 在办什么东西 是 完全的一个失败的教育 我们也看到一个调查说 去补习的学生 刚刚我想 那个补教老师提说 学生去拉学生 我儿子今年国中刚毕业 多的是 我女儿三年前国中毕业的事 因为就是一天到晚在接电话 就是拉着他去补习 对不对 学生 有八成的补习的学生说 补习班的老师 比学校老师会教 是 这也是一个重点 对啊 那到底我们学校教育 要教什么 是 所以我就问一下 林老师 因为你也做过一些研究 就说我们台湾的孩子 自己认为我们现在的学校 不能满足他考到好学校 或者是说让他的学业满足 所以家长还要再花 差不多一半的教育经费 再去补习 到底补习有没有用 你有没有做过研究 我当然做过一些研究 其实不管是社会学 教育学 心理学 包括连经济学家 谁都做过蛮多类似的研究 那这研究有包括 国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学 高职升四级二专 这不同的类型的研究 都大概渐渐有在公布 那这些研究 其实他们这个琳琅满目 很多研究结果 但是我们共同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 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 你补习量 跟他反映出来的绩效 就是学生考试的成绩 或是他考取公立高中 或公立大学的这个比例 就是说他的投入跟他的绩效 那是不能成正比的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补了越多 不见得能够反映在我分数提高之上 甚至有可能如果我们所谓 会补不错的时间 就是说他可能到了比较晚期再补 或是说他补量太多的话 甚至有反效果 那个曲线是往下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一些 一些学者做出来一个 一个蛮共同性的结果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很迷信啊 所以他们认为 七八成的孩子认为有效哦 是是那认为有效 其实这个 我们有一些研究是说 有些认为有效的原因是因为 他本来我们有一个名字叫 先备能力 他原本事先就预备的就准备 就是事先就具备的能力 先备能力好的 可能这样的人他才会去补习 那这样的人去补习 那当然反映出来的结果更好 但是有可能他是因为 他原先备的能力够高 所以反映出来他考试的层级高 我们在研究这个部分 其实有两个曲线 一个曲线叫做道义务型曲线 道义务型曲线就是说 你补习的你补习的时数 不管补习是说补习的科目 就是说你补的很少的 哎 我们发觉他的补习的的这个 投入跟他的绩效会成正比 那但是不太多了 他曲线掉下来的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第二个是正U型的 正U型的曲线意思就是说 你原本能力低 一个曲线 原本能力极高跟极低的人 他补习都有成效 但是原本能力在中间的人 补习是没什么用的 那那那还有还有最简单一个 一个说法是说 国中跟高中三个年级里面 高二补最有效 高一补跟高三补 他的效果都没有高二补来得大 太晚了是不是 这个大概有这样的说法 这就是我们有一些学生 他做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我们来问一下补教姐 你的学生里面 是不是在优秀的学生多 还是一般学校的孩子 因为我不知道大部分 都是什么样的孩子在复习 我们的优秀学生多 为什么 一般学生也多 一般的学生也多 因为优秀学生他懂得选择 那补学院老师他上课前要很充分的准备 比如说李卓华老师 他画一个圆 在家里面就画两千次 一个圆画两千次以后 他上课在课本上一画 一个圆就画出来 他这种准备的功夫 不是绝对是比学校好很多 因为他稍微一教的不好 学生就变少 学生一变少 他就走路了 所以说我们是在我们这边学生里面有成绩很好的 也有成绩差的 我可不可以用学校来比 到底都是哪些学校孩子在补 建中北一女 真的吗 因为他们求生存 在学校学不到东西 在我这边学到东西 学校上课很累 回到家更累 所以他很累 他还要补学院来为什么 他来求生存 因为只有我们能够教他好东西 学校教不到好东西 好我们来问一下台中区 你们那边是不是也都是比较是名校的孩子在补习 是的我们台中来讲就是台中一中台中女中 然后未到小名 是不是补习就占了至少七八成的学生这样 王 诶我们问一下谢老师 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家长哦 真的是我觉得蛮奇怪哦 孩子已经那么优秀了 读了名校 为什么还要补 这是什么心态 我觉得哦 就是我们整个制度的设计就在于说 我们透过这种成绩去筛选我们的学生 所以你那因为这样的筛选 就你分出就是叫做明星跟非明星的学校 那你想哪一个学生或哪一个家长 不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念所谓的明星学校呢 当然希望啊 特别是那个成绩越好的 他觉得他越有希望 他当然就越补了越凶啊 那问题是这个事情到底我们希望 我们的国中生才十三岁耶 十三岁到十五岁耶 每天就是跟这个考试补习黏在一起 我就不晓得这个人生 大了以后真的是灰暗的人生 是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因为这蛮奇怪 我们教改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明星补习 然后我们的一钢多本 然后多元入学 都没有办法改正这种补习的习惯吗 是 常常有人说 包括教育官员都说 家长的观念不改 教改就动不了 可是我要说 政策引导家长的观念 我就拿免世入学这个政策来讲 原来基策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可能国二开始在拼 国二下开始在拼 现在弄了一个免世入学 国一就要采集再教成绩 所以我们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就听说有所谓的国一先修班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当你定一个政策 你定了这个政策 要大家这样走的时候 我所谓要这样走 就是说这样走 可能你会考到好学校的时候 大家就这样走啊 所以怎么能够去怪说家长 把那个责任全部怪成家长 观念不对呢 我觉得整个政策 其实是需要去改变的 好政策引导了这个补教界 让他们有生存空间 我们来看近十年的补教的大增 从这个2001年 大概十年前吧 我们看才5000多家 结果呢 到了2010年变成18518家 大概成长了三倍 所以我想问一下林教授 这个你的预测是会减少 还是会越来越多 基本上其实刚才补充刚才的说法 其实我们的教改 它有一些部分 其实真的会有可能增加补学班生成的空间 譬如说 我刚才也提过 补国文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求学的时候 我们谁去补国文 我们顶多补英文数学 有些人会补理化 实地也没人补啊 但是现在国文跟实地都有人补了 那补国文是因为 我记得有一年 各位还记不记得 他出题出什么 题目出什么 火星文 对不对 有一年 作文 诶 有一个学生程度很好 写小说 哇 后来那次得满分 那由于这些不同的考题 或不同的评分方式 同学们觉得 诶 现在考题越来越难掌握了 那补习班的老师们 其实他有这个本事 可以掌握这个趋势 所以现在我上次做个调查 就是说 高三的同学有20%在补国文 这是蛮恐怖一个数字 我们过去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那你说这样的趋势 我也相信这个趋势会一定的 会一直成长上去 所以连国文都要补习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开放扣印了 来 我们先来接板桥的林小姐 来 请说 喂 您好 我是把我自己小孩的经验 讲出来给大家 是 参考一下 像我有三个小孩 那我上面两个大的 他们国中的时候都有补习 但是到了国中毕业之后 一个是 一个是 就是联考末第二代 那他的国文 那时候当时是200分 但是他的作文是在 他们班是最高的 然后在 我专联考的时候 他的国文是 一百七十几分 对 然后我 然后我 就是第二个 他是申请上 他是 他是推增上建中 结果后来 他们都上了高中之后 他们都选择不补习 他们说 其实 那时候国中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不补好像会跟不上人家 其实后来上了高中 他们不补 他说 我自己念就好了 所以都没有补 考上大学了吗 他们现在都 一个是 已经上了 医学院的研究所 一个是 目前在中研院上班 还要准备到美国 再去念书 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到了高中之后 他们自己在反省国中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妈妈其实那时候不用补 因为那时候也都是 一直在做题目而已 是 所以 我倒不如我要做题目 因为我在家里一样可以自己做 那为什么要花那些钱呢 是 谢谢你的意见了 不过现在有很多家长 因为想要挤名校 而且对这个教改没信心 来我们来接一下 浦里的潘小姐 潘小姐请说 请你把你的声音关小一点 有回溯的声音 对 请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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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吗 好请说 对好 讲的就是说 我是两个女友的妈妈 然后 两个女友小的时候 我就是让她 他们喜欢什么 我就让她学 是 那就是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两个女友就是 国小 毕业以后 然后就到台中去读实力学校 他们一直都没有补习 其实我觉得 小孩的日子也很重要 安静更重要 好 所以你们没有补习 谢谢你的分享 接下来台中的陈先生 陈先生请说 来台中的陈先生 文一 请说 文一你好 我想说一下 就是她现在这个补习 其实主要还是 社会现在还是一个学历至上造成吧 如果今天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我想就是 大家如果说能够是 今天如果说技职体系能够是一个 有一技师长 那可以好好发展的话 那大家或许就不会 以为了就是 我就一定要拼到好的学历 不管怎样 我一定要有个好的学历 我才会有个好的工作 那家长自然会有一个 这样子 那这才是造成补习班能够生存的原因 是 好 谢谢你的意见 来 接下来实定的江先生 江先生请说 江先生你有在里面吗 你好 请说 我想 为什么家长会去补习 最主要是 他们不知道 如何来指导他的孩子 或者是对孩子没有信心 所以才会让 让他的孩子一起去补习 那现在秀隆所知道 即使在很多的民校 这个就是生学力很高的学校 那学生的补习力也就是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说 来教育单位应该来宣导 如何来自己教自己的孩子 让家长更有信心 对孩子自己有信心 不要一直去迷信这个补习 OK 好 谢谢你的意见 来 很多家长 刚打进来几乎都没有补习的 而且他们说不要迷信补习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 你们一定没有生意嘛 可是你们现在很有生意 到底你们是怎么样去 争取这些孩子来补习 那个有些家长 他不需要补习 因为他本身家长就是老师 或者学校老师很好 他也不需要补习 需要 这完全是供需的问题 那如果 那孩子来这边补习是不得已 他那么远 下了课 还跑了补习班 他就逼不得已被迫来补习 是 是不是可以请教你们 到底是怎么帮孩子补习 因为好像他们都觉得你们有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 我们有 我们有特别的方法 什么方法 比如说背单子 我们有背单子的方法 写作文 我们有写作文的方法 我们有特别的方法 大家短时间内就学会很多东西 怎么背呢 要不然举个例子给大家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来举个例子吧 因为大家一定很好奇 到底他们怎么背 以前背单子 以前背单子是 比如说 POSE POSE 现在不是 现在一次 用新的方法 一次 就可以背很多单子 拿给你看啊 这是个图 像这有72个单子 如果背了24秒之后 周恩生不忘记 我可以背给你看好不好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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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用自根 对不对 这是方法 特别的方法 我们就要有个特别的方法 学生在学校里背不了单 在我那边背了 而不会忘 他当然跑我自己来 所以这是一种竞争 我觉得很好 那补习班 这是很好的一个制度 为什么呢 可以补学校的不足 补习不是坏事情 学校如果放了学习出去玩 去西门町去玩 更危险 学生读书 没什么错 就怕学生不读书 你看看所有的发生事情 都是不读书的 那我们应该让学生 我觉得竞争激烈 让补习 去补习 那学校老师会更认真 因为他教的比学校差 他更认真 我觉得现在的制度 我觉得是蛮好的 没那么恐怖 那我们台湾那么进步 也就是补习班 还有学校 这种良性竞争 家长没有钱 或者家长 学校老师很好 现在很多学校老师很好 也就可以不要补习 那学生需要 才是补习 你怎么言 你刚讲了一个重点 如果学校老师都很好 孩子根本不需要补习 大师 你看到这样子 你这样讲 是不是真的 你也同意这样子 学校老师要负担太多 跟补习班老师不同的责任 第一个学校老师要面对家长 补习班老师要面对家长 然后再来是学校老师 要面对行政工作 跟一些学生辅导工作 当然这个不表示说 他因为这样 他可以教学成效 比补习班老师差 不是这样说 而是说学校老师本身 他就有更多的责任在 那再来刚才刘宜老师提到这些 其实我都很赞成 他们有特殊的技巧 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 今天在开车 你觉得他那个一口气英文 真的背起来是有效的 当然是有效 当然是有效 可是为什么学校老师 不会这样教 这个要问高中老师 我刚才举到其实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开车 大家都经过驾训班出来的 驾训班就告诉你 左三圈右三圈 看到那个柱子转两圈 可是你一旦考上驾照之后 你会依照那个公式到路上去走吗 不会嘛 所以我相信说 他可以教你很多通过考试技巧 这就是补习班可以存在的一个空间 刚才刘宜老师讲说话语言 其实我相当相信这是补习班老师 他所付出的那个劳力 我本身也在教统计 我也是画常态分配 我画是很顺 因为我已经教了十年了 我画了常态分配 画了上千个 所以我分比拿起来 一画就是很漂亮的常态分配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这样的功夫 画起来那个不漂亮的话 学生学了大概就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相信补习班老师 他绝对有花很多额外的竞争 但是学校老师 他没办法跟补习班老师竞争 是因为他竞争的 那个基准点不一样 他要负担太多其余的责任 不过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谢谢国庆 你知道补教育界都是哪个 教育部的哪个单位在管 社教师 社教师 那他们怎么管哪些 他们管哪些啊 他们大概就是管你的设备啊 然后立案的问题 逃生安全 是啊对啊 所以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大概就很难管了 我想我同意 学生要念书很好 但是学生不是只有念书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教育 特别是国中的教育的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我们的制度让我们的学生的视野 只有在考试跟读书这件事情 这是你最担心 所以他们目前大部分几乎同军课不上 艺能课不上 周会课不上 什么都不上 这些课全部拿来考试跟上组课 13岁到15岁 我们让他完全放弃了所有音乐美术 所有的这些素养 这样对吗 不对的 这也是你最担心的嘛 是 没错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 那个刘老师我问一下 就是说刚刚讲说社教师在管的就是设施设备啊什么的 那但是我们知道补习班良又不起 到底有没有真的好的补习班 或者是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好的补习班 有些没有立案 可是它还是存在啊 到底这是谁要管 这个补习班啊 好坏是由学生决定 学生你好学生就来得多 这样子也来得多 差一个就自己就倒掉了 这个不是由媒体来决定 那像我们的补习班 你说我们有立案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是有立案 没有我们如果没有立案的话 我请问你 我的我们的收集怎么开 虽然就怎么报 那在政府官面查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要忍耐 因为我们排到在他手上 而且剩下几个排到在他手上 那没有排到补习班 没办法开收集 没办法不交税 我们成立40年 学生这么多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进步改进 向前进发明新东西 这完全学生决定啊 可是我现在请教一下 最近的一些新闻事件啊 比如说这个学生帮忙拉学生 然后才16块 那这个又要谁管呢 那么好像没有管理嘛 然后那个榜首假的名单嘛 所以我不晓得 春菊你怎么看 嗯 其实在补教本来就有一些乱象 那在补教里面 我觉得家长 其实他也能够在过程里面 去找到真正适合的补习班 所以我们一直 像我们在台中 你也知道 自然一直出现一些状况这样子 其实现在我们补教界里面 有很多也是黑道 本身在背后 可能入股之类的这样 那可是如何在 家长如何在这样子一个 混沌当中 去找到一个适合补习班 我觉得只有一个方式是 小朋友亲自去试听 亲自去看这个环境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只是说 我只听听电话 甚至在网路上面 像7月8月时候 现在大家都是网路很发达 那甚至他们补习班 成立一个所谓的一个网路部队 是自己人在上面 问自己在那边答 其实在这边我觉得说 很多东西是眼见为凭 自己去听 自己去看 那你看的环境 安不安全 其实一目了然这样子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 不过我们看到 补教界这么样的兴盛 好像也取代了正规教育 这个是不是正常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尽量就是想大家很专注的学习 因为我很专心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非常快速的记住 所有的单字跟句子 他是台湾一亿四千万年前就出现的活化石 他的幼虫很挑食 只吃苏铁幼业 长期以来 他们两个彼此有着微妙的生态平衡 直到有一天 换来种苏铁来到台湾 还带来了意外的旅办 于是台东苏铁的命运产生变化 8月30号周一晚间时电 公事十三频道 我们的岛播出 台东苏铁的三角稀提 八千万年前的森林 看似平静 实则暗潮汹涌 那是大恐龙漫游地球的时代 这包龙霸子 喜欢在森林里探险 童年时期的霸子 是只可爱的小龙 一场成功的狩猎 意味着他必须离开妈妈独行天下 特暴龙系列BBD 火爆上市 详情请卡公事网路商城 Dorina老师教英语15年了 她是补教名师Tony Tran的高徒 上起儿童班的课 唱唱跳跳 颇有名师出高徒的味道 她一开始就来段带动唱 热络一下上课气氛 因为教的都是小朋友 Dorina在白板上画图 像是画人脸来吸引学生注意 让他们编换编辑英文 这里很自然 然后就可以学到英文 然后我的女儿很喜欢 这边的教学方式 你这样三个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有 学到什么 学到什么 好玩 其实大型补习班都会有计划的培养子弟兵 说什么都要想办法宣传包装出下一个名师 名师除了本身要有两把刷子 底子要很硬 有讨喜或特殊的造型之外 在准备教材上也绝不能马虎 Dorina老师来你好 欢迎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今天我们的上课 哇因为 Dorina跟Dorina说明着一起儿童班报名的情况 Dorina准备了很多道具 她自己用奶瓶罐做了个小鼓 边敲边打边教 让小朋友目不转睛 看这一双双眼睛就知道 Dorina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偶像了 比方说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偶像 我们尽量就是要 大家很专注的学习 因为唯有很专心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非常快速的记住 所有的单字跟句子 我刚刚就是用那个彩球 然后丢来丢去 那一个在空中 小朋友就要说出那一个 那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明师都必须准备自己的教材 还要时常翻新 文理补习班的学生 一般多到几百人的 甚至得有个团队帮忙编写教材 有得带字喜大家分工 我们在教看字读音听音评字 就是教学生说 你看到这个字哦 那你怎么呢 就会念 明师是教学舞台上的公众人物 就像艺人一样 压力绝对不比 一般学校的老师来得小 下了课 有的还经营部落格 或随时接电话 为学生解题 甚至还要掌握媒体 曝光机会 唐力绝每年都有一百场的工艺讲座在讲 因为我很喜欢分享我智慧的结晶 其实我们明师最主要的 真的我们是靠口碑 因为呢 这个是长期的耕耘 那我们今天把一个学生教好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一直四个变八个 一直复制 一直复制 好 我们看到这些明师 他们真的有很多的花招 甚至有的明师呢 一个班级可以打200人到300人 甚至到500人 这么一个大班 到底他要怎么教 所以我很想请教一下 刘易 你看到的这些明师 你们怎么样去培植明师 然后到底要怎么包装 或者是怎么训练他们 当一个明师 要从基础训练开始 他版书比义写得很整齐 版书 他写的三本字 就像说话一样 非常美丽 那他讲出来的话 他讲出来的话的速度 还最主要是要有灵魂 就是说在其他地方 学不到的东西 在补乡学到 所以你说的灵魂 是上课要有趣还是什么 灵魂就是说 学生就还有一个明星 学生坐在那边不会累 很高兴 而且今天下课的时候 很瘦了很多 我今天下课 我好有成就感 我有了安全感 我学了好多东西 我需要课当上 学不到东西 我需要在其他地方 学不到东西 这又是明师所要给的 像刚刚那个英文补习班 那个老师就把自己 打扮得很可爱 然后孩子很喜欢 可是是不是真的 能够学到东西 我感觉那个完全没有用 真的吗 重点在人数 它全部三十个 就是我们一万多个 可是大班真的 教学效果可以吗 你现在不是说 小班的教学效果比较好 大班小班是在老师的段数 你看很会上课的老师 学生就多了 你不会上课的学生 一个都不来 所以完全在老师上课的技巧 跟讲义跟教材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薛国庆 你们是不是也都强调 要小班教学吗 那像这种大班 大到五百人的教学 你真的觉得它有效 我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觉得教学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教技术这件事情 如果教学可以教五百个人 那我就会建议说 教育部应该聘请 补习班的名师 对不对 把全校的学生 就用一个名师 去教一节课两节课 其他时间就教别的 就不要只是去教 课本上的东西而已 对不对 那如果是教课本上的东西 就教技术的东西 我想技术的东西 其实我相信 孩子其实对技术的东西 不会那么 我们还是来问一下春菊 就是说你刚刚看到 那种大班的教学 又要吸引孩子 能够听得懂 又要听得下去 我不晓得你怎么样 去筛选老师 其实老师他能够在台上 从他的 刚刚像刘老师讲的 其实他的基本上上课 从版书到他上课的 专业度是一定要 接下来他的舞台魅力 这是非常重要 像我们小朋友 他学校一整天的课程 那我还要另外再花 晚上的时间来 那这其实一整天 已经很累了 可是这个老师如何让学生 我在上课里面 不打课税 对 而且他是非常开心 是期待来上课的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 就是说当我很累了 我下课了 然后我又要去补习 可是这个老师 到底怎么样让孩子 能够觉得开心 像我们卓浩老师的话 像每次小朋友来 如果有机会 到我们补习班参观 就是他们来的是 第一个 他们的是非常愉快的心情 就在上课里面 他们会获得非常非常多 像我们是专门数学这一课 那是在整个讲解过程里面 可以让他做一个 非常完整 有系统的清晰的表达 让小朋友虽然说 学校里虽然有数学课 那可是还是段落 或是的 那我们是利用一堂课 是非常完整 老师这样表达 让学生觉得说 我在这边课堂上 我是一个轻松幽默的方式 把比较无趣的数学 变成有趣 然后在我如何再去 面对考试 拿到高分 这就是我们像左浩老师 他做到这样一个魅力 而且像老师的那个 光是版书的一个部分 像刚刚六老师又讲 光是一个圆或椭圆正圆 就已经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所以我们的名师 他其实都已经在这方面 已经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不过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补习班 把这些名师呢 都把它明星化 甚至要俊男美女 你们是不是也走这个路线 我们补习班是不走这个路线 像台中也有走 就是办演唱会啊 办什么 就是女学生拍那个 拿着数位唱片再拍 那我们比较走就是 专业路线这样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 反而是在我们的教材 我们有教材 教材的编学团队 那所以我们就是跟其他 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学生 为什么我刚有讲过 我们的族群是在顶尖的学生 成榜单也够漂亮 这样子 所以我们比较不是走那种 就是所谓的偶像 但是一个名师 我相信是很多补习班 都要争取的 而且很不容易栽培 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补教界是怎么样 在恶心竞争 然后争取这样的老师 像我们是举办师资训练班 师资训练 比如陈子元老师 就是我们师资训练班 第一名毕业的 那他来的时候 薪水只有两万多 他然后八年以后 变成五十多万 一个月 一个月 加上红利的话 年薪是千万 是这样子 他也是股东 因为他是很努力 从小每天都很努力 很努力 从来没有说不正常过 只有碰到高高华以后 变得不正常 以前都非常非常正常 从来没有说谎话 没有迟到过 也对人的很有礼貌 他们村局他们都见过 老师很好 都很专业 都很认真上课 那碰到高高华 好像中了血一样 那就神魂颠倒 就这么厉害 那一个补习班里面 假如一个补习班里面 那个争取到一个名师 带一笔学生过去 他就得救了 所以说我 这本身就是一个挖角的行为 他把陈子远老师挖过去 然后学生带过去 那补习班就得救了 那一个补习班如果说 没有名师 老师教不好 学生都会走光 一堂课都会 所以你们的竞争也很激烈了 我们今天是 我们今天是 我们不跟任何人竞争 我们是不断的进步研发 往前走 不过你听起来 好像是学生会跟着老师走 所以你们也会 有这种老师的保卫战吧 对 怎么做 用钱 不是 补习就是他的 他教得很好 一口教得很好 教到最后 他就是补习老板 最后的补习就是他的 就是让他入股 入股到最后 他就变成大老板 也可能 很多就是这样 很多明星 很多歌星也是这样子 变成大老板 他什么都很有 但是他这一次摔得很重 不过我可以问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名师 后来也变成不是名师了 对 为什么是因为他没落了还是说还不再喜欢他 因为他老了 不求进步啊 不求进步 那你看人老了就人老电老人死电倒啊 他慢慢慢慢他讲义也不想换 他准备也不想背 也不想背课不向前进 就会倒退 就会慢慢慢慢选择不喜欢他 OK 他不敢他没有时间 人心大了 机力差没办法再准备课 我可以请教吗 因为现在教改之后有一缸多本嘛 然后还有多元入学 所以你们补习班也是不是因应这样的教改 然后开始给孩子更多的多元的补习是不是 对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教改下面 在教材教我数学这一课来讲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专用的教材 那教材里面不用考虑版本 它就纯粹针对高中数学 这整个数学在编写 所以你只要用我们教材 你不用另外在坊间再买参考书 把上面做完其实就OK了 上面做完 不过我可以请教 就是说为什么孩子会舍弃正常正规教育 然后希望到你们那边去 那你们在培植这些老师 是不是都有很严格的考核制度 不好就塞掉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当然是这样 因为其实在整个教育里面 他还有他的除了专业之外 其实扮演着还有一个 对小朋友其实在人格成长上 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当这个老师有瑕疵或怎样 其实补习班是有一个淘汰制度 你们是用什么做考核 比如说他的留班率 或者是孩子喜欢的成定 当然留班率是一个很重要的考核 那还有他平常跟学生的互动 不是只看一个 就是数字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他平常跟学生互动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再做审核 有对孩子做问卷调查 这是一定会的 一定会 你们也这样做 对主要很容易看出来 你上完课 许能高兴还是不高兴 一下就看出来了 郭静宏你听到这里 我们一般正规的老师 很少被这样考核 而且就是可以当一辈子的老师 是不是因为这样补教界 才是有生意 是我真的觉得说 好像应该倒过来 就是让补习班被一班学校 然后那个学校里面 就当做补习班算了 我们其实一直很在意这件事情 尤其要老师 我们当时在推这个叫一纲多本的时候 其实希望老师自编教材 对不对 其实不是希望他就按着课本教 对不对 那第二个当然也是希望老师能够去吸引学生 能够专心上课 可是显然的这一点是比不上我们的补习班老师 真的这蛮悲哀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的各类补习班的成长趋势 文理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以考试升学为重的 文理是占多数 你看它成长最快 那外语也是慢慢在成长 也是大概成长了五倍 那记忆你看也是在成长 所以到底我们怎么去看 我们这样的一个补习 那是不是你们可以谈一下 因为过去大家都不补国语国文 为什么现在要补 其实现在补国文的趋势真的是越来越明显 其实现在小朋友他可能从小到 可能其实我发现他们英文可能能力胜过国文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很明显的是一个成绩 那他学校里面你考试下的成绩就是不好嘛 那所以就是求助补习班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变成说国文也变成要补 我们平常都在说国语是最不用补 结果现在是国文都要补 那个林大生因为你刚有提到 就是说有些补的没有效 那到底怎么样才是你建议的说 它是可以补充教学是可以有效的 可以有效 其实当然这个是我们针对是全国性的大样本的调查 那当然这是针对所有学生的一个结果 那我刚才就说它呈现的其实它不见得补的量越多 它成果越好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教改 我们比如说高中要升大学 我们把一次联考拆成一个叫学测一个叫指考 那学测是不管你自然组或是社会组 你通通要考音速理化 史地三民族裔都要考地球科学 难怪文理补的这么多 所以他们要去补这个东西 那指考的话我们过去自然组社会组分得很清楚 那现在呢我可以多考一科 比如说我是社会组我多考一科物理 我有某些资源可以填的 所以同学们可能因为这样子又去求助补习班 那其实我刚才讲也非常赞成在做一些学者的讲法 就是说学校老师真的是在筛选上面 在考核上面真的是有一些欠缺 比如说以大学来讲 有些老师他不太做研究 那基本上不做研究的话 那应该要有一个机制让他离开他的岗位 但是以目前台湾的制度 其实这方面是相对欠缺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竞争才会成长 我相当相信这一点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的学校 真的还是以考试为导向 这样的教改好像没有办法改掉 我们说孩子还是要补习的一个习惯 或者是一个爱求安心 所以谢国庆你在看我们现在的教改 你觉得要怎么改 才能够让大家减轻不要去补习 我们一直在谈就是叫十二年国教 那为什么要十二年国教 就是我们其实是回想一下我们自己 13岁到15岁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就能够决定你自己未来一辈子的事情 那个时候是刚从小学上来这个地方 然后你现在用了一个机测挡在那个地方 用了一堆考试挡在哪个地方 我刚提到我们很多 现在很多的国中生其实不上那些艺能科 不上同军科 对他整个未来其实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十二年国教 而且推叫做免试 要真正的免试啊 那个免试就是说 我其实是大部分可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 我就去选择我自己离家进的学校去读就好了 你有一些学生 像刚刚两位补习班民事所提的 就是说他要去竞争的 他要去拼那些民进学校的 那就另外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去拼就好了 没有必要推的 推的所有三十万人通通去考这个试啊 没有这个必要去竞争这个事情 所以你认为十二年国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让国中的教学能够正常化 可是十二年国教之后又变成大家要补习 就是变补到大学圈 是 可是我们觉得说 十三到十五岁这一段时间其实是 不应该那么忍心让他们去做这样的竞争 到了十六到十八岁这个时间 他下一个阶段就进社会了 他其实那个心智也比较强壮了 他其实是比较能够忍受那种竞争的状况 是 确实哦 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因为现在已经北北基要免试升学嘛 那我不晓得补教界会不会担心说 这样学生就不见了 因为免试升学嘛 你们不担心吧 我看 不管怎么免试 学生还是会来 你这么有保护 为什么 百分之百 因为学校老师 他教的好和教的不好 都是这样的钱 那刚开始的新老师有那个热忱 差不多两年就完了 那我们看看学校里面上课怎么上的 我到学校里面曾经演讲过 那一般的学生上课这样 不想上 给老师臭脸 那长久以来 这个老师就慢慢失去热忱了 没有竞争嘛 你不管你免试不免试 学生都会来这里 那我要强调一点说 来这里并不是坏事 学校学学同军 学学运动 学学社团 来我这边学一点新东西 来补充 读书不是坏事情 那最怕下了课 去玩去跳舞 那会吃麻痹 那刚刚谢国庆讲了 十二年国教 是不是能够解决您补教 就是比较没声音 我们补教的声音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学校老师越来越不认真 哦 是 来来来 其实学校老师 就我刚才讲 因为他要负担太多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现在真的是少子化 好 我自己念的小学 我自己念的那一所小学 在我念的时候 一介绍大概三百个人 我们分七班 一班四十个学生 四十多个学生 那个学校等我今年去问 小一新生 四十八个人 从三百个人变四十八个人 那变成说 少子化的时候 每个孩子都是保 所以父母会想进爸爸 把他们送进补书班 就像我之前讲 我们做一些研究发觉 高中生 如果高一到高三 都完全没有补习的人 只占百分之十九 换而言之就是八成的人 他在高中至少 至少补过一个科目 那现在小孩越来越少 父母都会把他们送进去 送进去补书班 那我相信 这个是一个现象 那学校老师其实 因为学校老师少 四十八个人他要变三班 一般才十六个人 这十六个人的老师 他就必须要跟每一个家长 做密切的联系 甚至有些家长讲说 老师手机不可以关 二次假如不能关机 因为我随时要打电话去 问你如果我小孩 在家里出什么状况的话 所以变成说 在这样情况之下 学校老师们 其实他要付 我一直强调 他要负担一些辅导 各方面 还有行政的职能证 越来越重 但我还是强调说 他在教学上面 当然还是要进步 这是绝对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 正规学校的老师 都没魅力了 不过我们看到的 家长真的有一些家长 甚至他的是低收入户 年收入 这月收入才2万块 他也让他的孩子去补习 那个学费到6000块 所以面对这样子 我们真的要检讨说 现在的正规教育 到底怎么了 我们也看到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2010年的教改调查 就发现说 学校大部分都还在公布名次 学生压力很大 然后天天找自协 也占了将近一半 然后天天考试三成以上 然后断考前一周都在小考 哇真的是很可怕的 每天都在考试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他国家的比较 芬兰他们的国一学生 在校的时数是829小时 日本是868小时 跟韩国一样 可是台湾连我们正规学校 在学校的时数超过2000小时 也就是说正规的学校 也在补习 是不是这样子 是没错 第八节课 这是几乎都有的 然后再来第九节课 然后到国二的时候 就开始要阅读 是 所以那不阅读了 就到补习班去 所以我们的孩子 从早上7点开始到学校 一直到晚上 大概10点11点才回到家里 所以各位记得吗 前不久那个部长不是说 要检核一下 孩子有没有睡足8小时吗 我说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不改 他怎么可能睡足8小时 不可能的事情 10点回到家里还要洗澡 对不对 很多孩子 功课没做完 对功课没做完 还有很多孩子其实就上网 因为他开始休闲一下 所以那晚上两三点才会睡觉 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怎么能健康呢 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公布名次 我们前两天不是那个廖国豪的事件吗 我们有多少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被 提出主流 被驱入了 对不对 我的成绩就是在后半端 然后就被公布出来被驱入了 所以我们就产生很多那种被边缘化的孩子吗 可是那如果说我们学校不公布名次 然后不考试 是不是孩子就不会补习 好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用尽办法让孩子去补习也好 去排名次也好 那对孩子真的有帮助吗 对孩子真的那个竞争力有帮助吗 我们看一下我们 我们很得意就说 我们那个两千多小时 对不对 这孩子还是在学校 不算补习班的 前不久那个公布了一件事情 全世界最佳的国家叫芬兰 然后教育办的最好的也是芬兰 然后连韩国都跑到第五名 教育办到第五名 人家几小时 韩国就在我们隔壁而已 对不对 日本那边现在学生在学校多久 也是下午两点就下课了 就只有台湾要上那么多的 那么多时间在考试 在补习 在念教科书的事情 我们有比较好吗 没有啊 我们期待什么 我们期待说 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环境里面 他自己发掘自己的知识 自己能够自己愿意去读 如果他自己愿意去读 他去补习班 我们觉得一点都无所谓啊 OK 那个刘老师我问你一下 因为你们现在 有很多的孩子喜欢你们 所以你们自我期许 你们会不会觉得 你们会取代正规教育 正规教育 正规教育 我觉得现在正规教育 并不是讲那么差 学员在学校里面也很高兴啊 都在玩啊 也有在社团很多啊 并不是讲那么差 我觉得台湾教育也不差 你把它说完台湾教育很差 这个我觉得不对的 那补习全世界都有 那部的大学 台大学员也来补习啊 台大学员补托福啊 跑GRE 我们很多台大学员 跑的人补习啊 这个现在教育并没有想象那么差 小孩喜欢最主要是要 要成就那些比较放弃的学生 所以如果有中措生补习班的话 我们倒希望成立一个中措生补习班 不过我看你们收的都是建宗的 我现在请一下大声 你认为台湾应该怎么样 才能够革除这个恶补的习惯 恶补的习惯其实要革除 第一个其实就文化上 我们中文学研究 一些小孩子去补习是 甚至是家长压力啊 你去补 或是一些小孩他是同才 比如说他成绩也不差 但是他有两个 他有两个很好的朋友 到补习班去了 那我也要跟他们做伴 我也去补啊 有一些是文化的东西 然后再来讲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隔绝 有一个数据说 升大学升学率 94% 97% 那这样子为什么还要补 那当然升学率97% 但是能进台大就能够2% 3% 能进国内大学就能够20% 所以怎么办呢 大家要往上挤嘛 所以理事长先生也提过这个东西 大家要往上挤到那边去的话 这个现象其实是蛮难隔除 那为什么说在台湾补习班 能够生存 其实他们真的有他们生存的 一个空间 因为他们教的技术 就像家训班 你进去一定考上 那这个就是一个 他们可以存在的一个 好 其实大家都想往上挤 这也是补习班存在的理由 不过家长们还是要圣死 让你的孩子快乐的学习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